謝謝主席喔 大家好喔 沒錯 我們就是針對問題要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呼籲國民黨委員 在野黨的委員 共同來支持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過去的一粒一休 面對國民黨跟在野黨黨團 要求的兩例更嚴格更嚴苛的一個要求 修法 一粒一休 如同剛剛黃國書委所講的 原本我們大家都是為了勞工的權益 勞工的安全 勞工的健康 我們支持稍有彈性的一粒一休 執行到現在 各位都有知道 看過民調 各大項民調裡面 六七成以上 不管是資方勞方 六七成以上的民意 是不滿意這個政策 而這不滿意來自於哪裡 當我們自以為在保障勞工 維護勞工的權益健康安全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執行面 產生了問題 各行各業 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 因為各行各業 所有的勞資的樣態太多元化了 每一個行業 你用一件衣服的寬度 完全要來套用在所有的行業的勞資樣態裡面 沒那麼多清 今天 我們面對一粒一休 我們肯定週休二日 我們要週休二日能夠真正落實 我們要真正保障勞工的權益 我們要真正維護勞工安全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願意面對 要來調整勞基法 調整勞基法 要什麼 這件衣服給他放那麼看一件 彈性 以前叫做沒有彈性 我們現在可以做伸縮彈性的衣服 讓各行各業起碼 勞資都穿得下 勞資的關係都能夠和諧 我想所有的理念 所有的政策 都不能脫離生活啊 大家剛剛很多人談的數字 數字是冰冷的 數字是從台北看天下裡面所收集到的數字 數字冰冷 它能代表生活嗎 我們在中部看到的基層的勞工 他的收入減少 他跟老闆的關係 因為一粒一休 面臨了問題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的幸福企業 良心企業 他們勞資關係是和諧的 現在因為一粒一休 因為勞基法的調整 勞資變得不和諧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都喜歡騎腳踏車 巨大捷安特 在台中 不要講台中 在台灣的企業裡面 甚至在全世界的企業裡面 他算是幸福企業 他給你勞工的福利 他給你勞工的薪資 遠遠高於勞基法的最低的標準 很好 他面臨到一個問題 沒有一粒一休 勞基法要不要調整整整 所有的勞資和諧 老闆很好 覺得要讓勞工要 追求自己的這個工作的績效 要健康的身心 要讓他多休息 那台南能夠在工作領域裡面精進 他們實施什麼 你只要跟公司要求 他給你有心 一個禮拜 隨便你要去哪裡 公司包辦 今天一粒一休 執行了之後呢 他在一個禮拜的這樣子的一個 傳統以來巨大捷安特裡面 老闆跟員工和諧的一個大家 給你的這樣子幸福的一個福利 很抱歉 他必須要調整了 他必須要調整了 因為我們僵化的勞基法的制度 沒有辦法讓中小企業也好 或者像巨大捷安特這樣子 這麼幸福企業也好 他們勞資雙方可以自己去協議 我們今天看到勞動部預告的版本 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有提了一個版本 我修正了三個部分 勞動部的預告是五個部分 我想看起來無非都是要增加 一粒一休的彈性 彈性增加了 配套增加了 才能夠真正的落實 我舉一個例子 我今天沒有讓部長來講話 次長來講話 我說所有的政策所有的理念 都要回歸到生活 我看到我們的物流 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物流業 物流業誰管的 經濟部來次長來 物流業 我們現在台灣的物流業 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勞基法一粒一休執行到現在 很多人跟我complain 我舉一個最小小的例子 大家有在吃水果 水果當季成熟的時候 我們現在福島青農 我們福島精製農業 我們現在鼓勵有產地 到我們的餐桌 所以宅配特別盛行 而且宅配農特產品提高了 農產的它的價值 讓農民的收入提高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物流 因為宅配在一粒一休 勞基法修正之後 很抱歉 我呢 七休一 他們現在呢 過去呢 可以禮拜六禮拜天都可以 輪班來宅配 現在你去問一下 所有當我們在強調 從產地到餐桌 要運用行銷 要運用網路 宅配的時候 不好意思 七休一 第七天一定休息 所以呢 我們現在很多的物流業 宅配業呢 就我所知 譬如說 從黎山到台中 不好意思 禮拜天休息 不宅配 從台南的農業的產地 來 宅配到你家 很抱歉 禮拜天 不收貨 不收件 不送 我們 我們 在餐桌上 我們可以等一天 等兩天沒有關係 但是呢 在產地 農產品水果 是一天一天的成熟 他能等嗎 他不能等 當他有急迫性的時候 他必須要趕快摘下來 馬上包裝 馬上出貨 而我們的宅配 我們的物流 他就碰上問題了 所以我舉這個 從生活當中 一個小小的例子 他影響的是 我們生活中的很多產業 從餐桌 從產地到餐桌 這環環相控 牽涉到的是 很多很多的行業 而這些 如果都用一套牢基法 我們現在的一粒一休 沒有彈性僵化的 一粒一休 他就發生問題了 所以我問一下次長 物流 宅配 有沒有跟你澄清過 是的 來 你麥克風沒開 是的 的確情形是 如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現在有很多的是 禮拜天是 不受宅配的 因為受限於這個 一粒一休的情形 對不對 好 物流宅配 再來 食品加工業 大家過年過得很高興 過年之前 大家都要大魚大肉 大家都要去買菜 你去市場採買 你以為市場的 攤販 所有的 蔬菜水果 豆腐 做什麼 都是他自己生產的嗎 不是 他背後也有一個產業鏈 也有一個速配系統 我講做豆腐就好了 你每天吃的豆腐 你看起來很簡單 你買起來一塊二十塊 很簡單 他背後要靠多少 第一個 食品加工廠 第二個 他要靠他的運輸 而這個運輸也不可以等耶 豆腐做好料 要隨上來菜市場耶 不然如果炒生意要怎樣 那個對他來講都是損失耶 所以要即時送到市場 在我們一例一修 勞基法調整過後 我們 我講的做豆腐的 你要要求他 來 做幾個小時 休幾個小時 做體驗休幾天 很抱歉 過年時候 過年前一個月 是他們的大月 他大量生產 要來應付我們家 大家消費 消費者要吃的東西 他中間 碰到的問題是困難重重啊 所以 食品加工業也受到了影響 市場對不對 是的 如果在市場端的確是這樣 比如說賣那個烤雞的齁 事實上烤的人跟賣的人 跟養雞的人 跟這個 事實上都不同的人 所以他的確是有一個 產業鏈存在 只要有一個人 失去一環的話 那個彈性就會不存在 是啊 做變 中秋這是大月啦 中秋這之前的兩三禮拜 他們就是 幹啦 幹什麼 幹做月餅啦 英副定堂啦 中秋這之前的兩三禮拜 他可以 七天休一天嗎 他可以 加班 上線 四六小時嗎 你說 你要吃月餅 他要做給你吃 他要探錢 難道我們不能讓他這個忘記 讓他賺錢嗎 市長 所以我說 高炳業 烘扁業 也受到影響啊 各位市長 別人講過頭 你也沒有說時間到啊 來 所以經濟部的立場 還是 同意這個勞動部的修法 就是給予某一些的彈性 我們是支持的 好 謝謝 所以 市長請回 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勞基法的修法 不是只有勞動部的事 我們當然保護勞工 我們要兼顧勞工的安全 他的健康等等 但是勞工政策 在跟整個經濟發展的這個過程裡面 在跟我們生活周遭的各行各業 生活中的各行業的一個平衡之間 我們都需要去努力的 照顧到勞資雙方啊 所以我今天希望說 我有一個版本 我的版本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休息日加班時數 何時計算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來討論 第二個部分 在我認為 月加班時數 有條件的提高到54小時 中間就是用一個 三個月的總量管制 三個月的總量管制 一個整年度的這個 總公時還是不變 但是呢 給予中間三個月 為一個循環 讓勞資去協議 可以有一個伸縮的空間 大小月才可以來拚經濟 第三個部分 特修應修不修現在是給工資 我們希望加一軌 雙軌來推動 另外一軌就是讓勞工也可以請求累價 給予勞資雙方一個彈性空間 我們要做的 無非就是這一次的修法 就是要放寬 彈性 空間 配套周全 那我們希望勞資都贏 希望在調整過後的勞機法 是適用各行各業 雖然很困難 但是我們盡量把這個彈性做到足夠 以上謝謝 好